你平常是怎麼樣的人 抽屜常常利用我們的醉疚感 控告我們 不斷地提醒我們 我們有多糟糕多爛 我們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這個醉疚感最常讓我們 倒地不起 當你要舉手敬敗的時候 抽屜往往就有一些聲音告訴你 裝什麼聖結啊 你也不想想你平常是怎麼樣的人 就是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連手都舉不起來 仇敵常常讓我們裡面被控告 覺得我們很糟糕 很不屬靈 那弟兄姐妹聽好 就算我們在那 耶穌就是為我們這群罪人而來的 我們不是靠著我們自己 我們乃是靠著主 一點一滴抓著他那個丁橫的手 繼續地爬起來 今天我想快快地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爭戰的主題的第二篇 今天我想透過這個機會 也跟大家來分享 那到底在我們面對 屬靈征戰的時候 首要的關鍵條件是什麼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首要的 第一個的關鍵 記不記得上個禮拜 我跟大家分享 這個屬靈征戰是非常真實的存在 第二個就是仇敵是有計劃性的 有組織性的想要攻擊我們 第三就是不管如何你要相信 最終我們會贏得勝利 好小聲喔有沒有 我們最終會贏得勝利 那所以這個系列的這個開始呢 我就想要先從第一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跟大家一起來談 我們一起來看 以佛所書第六章好不好 以佛所書的第六章 以佛所書的第六章 十到十八節 十到十八節 請同工幫我們唸好不好 我們大家認真的來看 我還有末了的話 你們要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軌跡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征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著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征戰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袋子束腰 用工藝當作護心鏡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 祷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Amen 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回到前面 你知道從第十節到十四節當中 從第十節到第十四節當中 我把它這個PPT特別用顏色圈起來 這幾個字 抵擋魔鬼的軌跡 還有抵擋仇敵 還有戰力的柱 還有站穩了 其實這四個詞 在原文都是一樣的字 所以抵擋跟戰力的柱 跟站穩了 都是同樣的字 所以你看到這個經文裡面 如果我們把它套回去的話 他一直不斷的提到了一件事 就是站穩了 站好了 這個抵擋魔鬼的軌跡 第一個這個抵擋 他的這個字 這個站穩 是叫做自己先站好 也就是防衛性的把腳站穩 那第二個抵擋呢 同樣的一個詞 但是這個抵擋的字呢 是代表對抗的時候呢 站立的穩 也就是預備要作戰的知識 那你看看 這個不斷不斷的在爭戰的當中 如果你還有印象 上個禮拜我說 這個爭戰的字呢 它是用這個羅馬的那個肉搏戰 有沒有那個摔角比賽在代表 所以當兩個人在比賽的時候 當我們跟仇敵在比賽的時候 首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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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學會 把自己站好 Amen 首要的關鍵 就是先學會站穩 幫我跟旁邊說 先學會站穩 先學會站穩 來跟另外一邊也講一下 先學會站穩 你回去這個經文裡面 你就發現 保羅用這四個詞 相同的字 不同的語氣來代表站穩這件事 他說第一個站穩就是 你自己要這個自我防衛的站穩 第二個站穩呢 是你要在抵擋仇敵的時候 那個要預備打仗的時候那個站穩 好 然後不管怎麼樣 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十四節 更再一次說 所以要站穩 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征戰當中 有一個非常首要的條件 首要的條件 就是要把自己站立好 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壓力 災難 誘惑 迫害 所有的這些仇敵 無所不用其極的 就想要得著你的心 我上個禮拜有說 包括你坐在這裡 仇敵還是會想盡辦法 讓你沒有辦法好好專心聽講道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分心的 因為一下這個簡訊來 一下那個line來 一下旁邊的人又要跟你講什麼話 很多的東西會讓你分心的 所以仇敵就是想要 讓你在這個打仗的當中 這個肉搏戰當中 就是把你打垮 把你擊倒 把你躺在地上 鼠秒數見證 你就是這麼的軟弱 你就不用再站起來了 鼠靈真正是非常直接 而且無情跟殘酷的 你不要以為他會給你 這個這個有什麼 好像好處或鬆手的 沒有 他想盡辦法就是要把你打倒 所以一定要學會先站穩 Amen 跟你旁邊說 一定要學會先站穩 把這句話抄起來 如果一個基督徒 你就必須要常常做好準備 什麼準備 把自己照顧好 一個基督徒 首要的就是把自己照顧好 站穩 對不對 你想要得勝 先要自己站穩 不要軟軟弱弱的 不要自己都顧不好 然後就想要去征戰 想要顧別人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征戰當中 學會把自己先照顧好 你自己都站不穩 你自己都照顧不好 你只會在這個征戰當中 是我們這個團隊的豬隊友 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沒有站穩 然後軟軟弱弱的 什麼東西呢 都要靠別人 沒有這樣子的 基督徒一定要記得 首要的關鍵 先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呢 預備自己 裝備自己 我上個禮拜也有講 千萬不能懶 一定要裝備好自己 而且 讓你自己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 都站立得穩 Amen 第一個重點 就是要站好 因為這是 征戰得勝的關鍵 十三節告訴我們說 拿起神所赐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裡面 抵擋仇敵 成就一切 然後怎麼樣 還能站立得住 你想像這個經文的背後 神心心念念 就是希望你站好 只要你繼續站好 我們就會贏 只要你繼續把自己站穩 預備好 就可以繼續打下去 只要你把自己站好 最後得勝的就是我們 但是我們的 我們的生命 常常就是這樣子 好像起起又落落 然後一下子很火熱 火熱也沒有幾天 然後又這樣子軟落下去 那其實我們就是根本 還沒打 我們就已經 舉白旗投降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經文裡面 神心心念念 就是希望我們 把自己站穩 把自己站好 把自己預備好 把自己照顧好 鐵上輪胎前書 第三章七到八節 七到八節 我們大家一起來 預備 來 所以弟兄們 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 因著你們的信心 就得了安慰 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 我們就活了 Amen 靠主站立得穩 我們就活了 所以爭爭的首要條件 就是站好 只要你願意站好 我們就活了 不要被仇敵騙了 不要被仇敵嚇壞了 他在那邊 不管他怎麼樣 我們就站好 然後繼續的 站在那裡堅持 我們就活了 菲利比書四章第一節 來大聲 比剛剛跟大聲來念 宣告出來 預備來 我所親愛 所想念的弟兄們 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 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應當靠主 站立得穩 你們應當怎麼樣 靠主站立得穩 所以 所有的爭戰 第一件首要的關鍵 就是站好 把你的這個 該有的知識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 這個現在怎麼樣 我們以前當兵的時候 第一個訓練就是 就是立正 然後就在那個 那個那個聯集合場 就在那邊站 然後就在那邊 訓練我們要站好 為什麼 因為這是所有知識的 開頭嘛 然後我們 我們去健身房 運動的時候 雖然我 看不出來 我有去健身房 運動 但是呢 我每次去的時候 教練也是跟我講啊 腳站好 與肩同寬 腳不要外巴 或什麼內巴 對不對 他一定是先 把你的腳確定嘛 他不是先確定 拿多少重量 那些 那些知識 他先叫你站好嘛 所有的一切的 開頭 就是 站好 因為 只要我們 繼續站好 我們就活了 相反的 有幾個重要的 讓我們 一倒 就是躺下 起不來的 溫床 一倒成主顧 就是那種 床的世界 會有的廣告 對不對 躺一下 就好 成主顧 這種 就是仇敵 有一些溫床 是讓我們躺了 就站不起來的 幾件事情 非常關鍵 第一 就是 醉疚感 抽屜常常利用我們的 醉疚感 然後呢 控告我們 然後不斷的提醒我們 提醒不一定是好的 他不斷的提醒我們 我們有多糟糕 我們有多爛 我們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這個醉疚感 最常讓我們倒地不起 因為呢 當你要舉手敬拜的時候 醉疚往往就有一些聲音 告訴你 不要這樣子啦 喲 裝什麼聖結啊 你也不想想你平常是怎麼樣的人啊 你要不要我跟你小厨長講 你在家裡面的狀況啊 就是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 連手都舉不起來 因為 醉疚常常讓我們裡面呢 常常被控告 覺得我們很糟糕 很不屬靈 我們的思想很軟弱 我們就是這麼爛 但弟兄姐妹聽好 就算我們再爛 耶穌就是為我們這群罪人而來的 仇敌一直用這些 醉疚感的思維 把你打趴在地上 但是我們每一次 就是伸出那個手去抓住什麼呢 抓住一雙 手上有釘橫的那雙手 就是那個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我們不是靠著我們自己 我們乃是靠著主 一點一滴抓著他那個釘橫的手 繼續地爬起來 不要讓仇敌用醉疚感 把你不斷地往地上踩 要抓著耶穌基督 抓著他十字架上的救恩 這是福音 這是神的大能 讓我們每一次跌倒的時候 還可以有抓住一雙手 可以再一次地站起來 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節說 仇敌是昼夜 昼夜喔 你有看到嗎 昼夜控告我們 所以他 昼夜的意思就是 沒有停的啦 每一天 都是這樣子想要把你打敗的 每一天都是要提醒你 你有多羞恥 你有多多苦毒 你的心裡面有多黑暗 每一天控告我們 我們有多憂鬱 我們有多糟糕 我們有多負面 這些聲音 因為昼夜都在攻擊我們 他想的辦法就是要你躺著 起不來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些東西 這個念頭 每一天就是讓我們可以躺在那邊 起不來 這些念頭 就是每一次要掙扎 要不要來聚會 要不要火熱的 關卡嘛 我們就是會被這些念頭 一直不斷的提醒 然後打趴在地上 連聚會我們都趴不過來 我們就好像已經束手無策 兩手一攤 說仇敵就讓你了 我就是這樣子 一躺成主庫的溫床 就是這個意思 昼夜不斷的控告 但羅馬書第八章第一節怎麼講 聽好姐妹注意聽喔 羅馬書第八章第一節說 如今 在基督耶穌里 已經不再被定罪 已經不再被定罪了 意思是說 他不管控告你什麼 你已經勝過了 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勝過了 我們何必要 被他這樣子 一直騙 一直騙 Amen嗎 你已經得勝了 你已經不再被定罪了 你已經是新造的人了 救世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相信的拍手把榮耀歸給主 好不好 大聲一點 你是新造的人了 不要一直被他的那些言語 那些罪疚感 那些謊言 一直欺騙 一直欺騙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節說 所以 天父的兒子 若叫你們得著自由 你們就是真自由 不再被捆綁 不再被定罪 你是自由的人 所以再一次 如果仇敵 用罪疚感來控告你 你應該宣告說 我已經不再被定罪了 我已經得自由了 我要重新的抓著那一隻 丁橫的手 重新的爬起來 那當你要爬起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再踹你一腳 會 你要爬起來 他就會再提醒你 你還記得你有多糟嗎 你不要忘了你做那些事情 你不要以為 你就躲在耶穌基督的這個 保血裡面 就能夠忘記 他就一直又提醒 但沒關係 重點是 我們繼續抓著那雙手 再爬起來 因為只要我們站立 我們就能夠得勝 所以第一個 你的罪疚感 很容易讓我們 躺在那邊起不來 第二個 原生家庭的問題 也很容易讓人躺著起不來 原生家庭有哪些問題呢 包括你父母的婚姻 所以你知道 很多人因為父母的婚姻的狀況 所以他就貪在那裡 覺得這就是我的人生 你看我的家就是這樣 我爸媽就是這樣 然後呢 他們的這個感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甚至有一些人呢 請你注意聽喔 不要誤會 有一些 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 一生都覺得自己好像少了什麼 比不過別人 所以當神重新的 把信心 把鋼牆 把緊手放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告訴你 你那個原生家庭的那個聲音 不斷的又把你扯下去 你就一直不斷的覺得 你不如別人 你在這樣的家庭長大 你缺乏了這個 你不像別人那麼健康 你不像別人那麼完整 但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告訴你 原生家庭的任何問題 都無法大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再講一次喔 注意聽 原生家庭不管 你的父母的婚姻狀況 你們家裡的經濟狀況 有些家裡從小就很貧窮的長大 所以你長大之後 你看到別人穿得比較好 裡面就有一種自卑感 那自卑感也不知道哪裡來的 但今天你就知道 就是仇敵讓你一躺著 一再躺著起不來的 你就覺得去到小組 然後聽到他們做見證 那個見證呢就 人家說不定他在講見證 但你就覺得他在炫富 對不對喔 然後你就裡面呢 就開始覺得很不平衡 然後就對這樣子的 這個小組員呢 就也不以為然 好 然後你知道那個自卑感 就會變成一種奇怪的驕傲 好 然後呢就一直在你裡面作祟 然後那整天的小組的信息 也都聽不進去 就是因為這樣子 從地一再把你拉下去 不管任何父母間的婚姻的問題 注意聽 家裡面的經濟的問題 那不是你的問題 比剛剛更注意再聽一次 你原生家庭的問題 不是你的錯 你不需要 也沒有任何的必要 活在仇敵 給你的這些網絡裡 他不斷地提醒你 你的家世 你的過去 有多麼糟糕 你要大聲地說 我的未來 比你想像的更好 因為在基督耶穌里 一切都要更新 一大聲地 一大聲地 除了醉疚感 原生家庭 其實仇敵最會用的 就是恐懼 他也沒有什麼實力 我們的耶穌基督 我們的耶穌基督 早就把他摔碎在腳下 他苟延殘喘的 只會嚇我們 所以其實喔 你好好想想 百分之九十 你擔心的事 都沒有發生 但是那些事 都會讓你每天過得很緊張 很焦躁 很焦慮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恐懼 害怕去挟制我們的神 就是讓我們一倒不起 一蹶不振 這個真言是這樣說 他說如果你患難之日 膽怯了 力量馬上就微小 所以相反的 如果我們在患難之日 不被膽怯害怕 站滿我們 我們其實是有力量的耶 Amen嗎 不要讓這種害怕跟恐嚇 仇敵的驚嚇 讓我們好像就一倒不起 你看喔 那如果這樣怎麼辦呢 那如果這樣怎麼辦呢 那如果他又這樣子呢 他如果說這句呢 那我不是就那個了嗎 那如果這樣我就不要做好了 因為我怕大家會這樣子 我們每一天都在怕那些 不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仇敵就是不斷用這種害怕 讓我們軟趴趴 沒有力量 沒有信心的為主而活 你想想看 有多少年來 你活在他的這種害怕跟驚嚇裡面 然後那種害怕跟驚嚇呢 常常是一種詮釋 那個詮釋是 你一想到 根本都沒有發生 一想到你就怕了 就是想到就怕 我們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們會想到就怕 就是因為他用恐懼 把我們壓垮在地上 把我們壓垮在地上 擠不來 你害怕面對這個人 你害怕上台報告 你害怕去嘗試新的東西 你害怕突破去說的這些話 你害怕去接觸這些新的朋友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一想到就害怕 等一下我們一起祷告的時候 奉主耶穌的名 捆綁仇敵的這些懼怕 離開我們的弟兄姐妹身上 我們不再被這種恐懼捆綁 他說患難之日 你一膽怯 你就沒力了嘛 那你當然就被他 倒在那裡啊 那你就 就根本就癱瘓了嘛 他只要用害怕 他也不要發生事情 他只要害怕 然後你知道我們 我們人呢 又很愛腦補很多的畫面 所以呢他給我們一個驚嚇 然後我們就開始 腦補很多這些劇情 然後越想就越害怕 越想就越膽怯 我們當然沒有這個力量 所以奉主的名 今天下午 求主在我們的裡面 挪去那些害怕跟膽怯 讓我們充滿信心的 因性而生 為主而活 拍手把榮耀歸給主好不好 有信心的為主而活 十篇五十六篇十一節 我們大聲的宣告兩次好不好 十篇五十六篇十一節 大聲的宣告兩次來 我依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依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閉起眼睛 閉起眼睛 唸一次 我依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相信的說阿們 當恐懼來襲的時候 你要記得宣告 我依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當我們在面對這些 一些課業上的 或是人際關係的 或是一些工作上的 一些挑戰 沒來由的 好像一個突然的一個事情 那事情呢 就跟你扯上關係 然後 所有的那些恐懼害怕 或是以前跟過去前公司的 那個主管的那種互動的那個緊張感 又重新席捲而來 那當我們在面對在工作上 或者是課業上的這個挑戰的時候 這種恐懼 會一直不斷的抓著我們 讓我們喘不過氣來 甚至有些人喔 是真的喘不過氣 還不是形容詞 是真的呼吸都會加速 心跳都會加速 會整個一秒鐘呢 就整個緊繃 然後以前所有的那些事情 就會回來 因為那個恐懼 仇敵很可惡的 就是這個主管 跟你的這件突然來的事情 但是你會把 他會把所有以前的那些 那些過去的東西 全部加回來 你看他有多可惡 他有多想要把我們擊碎在腳底下 所以我們奉主的名宣告 我倚靠神 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記得我們不害怕的關鍵是 我們倚靠神 好沒有 所以醉疚感 原生加緊的問題 恐懼 那還有一個 就是 這個也是 在我們華人當中很常有 就是星座跟算命 那這種東西 非常非常的 這個厲害 把我們 抓在恐懼的 那個網絡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深深的 相信 而且呢 相信到這個地步 我們居然呢 就是 完全沒有招架的力量 就覺得 我這個星座的人 我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這樣講法 就 我就是這樣 我這一方面就是 就是不行 好 我這個星座 所以我不會交朋友 我這個星座 我的個性就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 這個 你會 把這個 所有 你生命當中的東西 然後雙手一攤 只是因為 那個生日的 那一個 那一天 我們認識很多人 他 就算同一天生日 他性格 所有東西 也都不一樣啊 對吧 你為什麼會 堅信 這件事情 到了一個地步 甚至有些算命的 告訴你說 你幾歲的時候 你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呢 那一整年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敢 很害怕 每一天都活在這樣子的 這種 舉白旗的 癱瘓中 這種詮釋厲害到一個地步 居然成為你 生命當中的艱性 我雖然不能這樣講 但是 但我 我以自己做例子 讓你們知道 星座是不準的 好不好 好 我是八月底生日 好 所以八月底生日 你們大概知道是 什麼星座 對不對 好 不用講 沒關係 我們不相信這個 對不對 那八月底生日 好 我跟幾何牧師 就查一天生日 好 但是我們性格是 迥毅的 迥毅 好 迥毅到一個地步 因為他們說 我們這個星座 理論上應該是有潔癖的 好 理論上 好 理論上 但是所有我們全職同工都知道 我的桌子有多亂 那你們應該要知道說 我要講這個是很勇敢的 因為你要承認你自己的桌子很亂 其實是不容易的 好 那但是我亂到一個地步 等一下你可以參觀有多亂 好 那你就可以明白 人家為什麼說星座會這樣子 我們就相信這樣子 所以我要 我為了要破除這個星座 所以我這一輩子就要亂下去 這樣你就明白為什麼我們不整理 因為我們要破除這個 還好我老婆沒有在聽這篇講的 什麼荒謬的言論 但是我跟你講喔 星座算命 就是會讓你聽到這種話 你就一定 我就是這樣 這件事或這個東西 我就不會 你就會聽到這種 你知道我是什麼星座嗎 所以這個東西我沒辦法 但是我們是神的兒女 告訴你 在神 凡事都能 拍手把人要揮給出來 神的兒女千萬不要被這種東西捆綁 倒地不及 我 我甚至 我要鼓勵你們 任何星座最好的東西 都要在神的兒女身上找到 任何星座不好的東西 都要從我們生命當中拿走 因為我們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 因為我們是有耶穌基督的形象 我們應該把最美好的 最好的 我們應該相信 不是那個 那個什麼時候生日 然後那個人 用烏龜也好 用鳥也好 用任何這些小動物也好 所算出來的東西 我們應該相信 比這個大 不知道多少倍的 這位創造我們的神 他說的 才是我們 才是拍照吧 榮耀龜可以抓吧 所以千萬不要被仇敵 這樣子打到一蹶不振 站好 是我們所要的關鍵 第二個 站好 根基一定要夠穩 對不對 站好的關鍵是在於 根基一定要夠穩 路加福音第六章 四十七節四十八節 來同工幫我們念 凡到我這裡來 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 我要告訴你們 他像什麼人 他像一個人蓋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發大水的時候 水沖那房子 房子總不能搖動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你看到這個經文 如果你有抄筆記 你看到這個經文 你把那個 到發大水的時候 到發大水 這幾個字 特別把它mark起來 表示說 它不是說有可能發大水 對不對 它也不是說 好像有些人會發大水 它是說 到發大水 意思是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會有發大水 好 那當然也有發大財 對不對 但是這裡沒講嘛 對不對 我們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本來人生就是會發大水嘛 然後水本來就會沖著我們的這個房子嘛 那關鍵都不是在有沒有發大水 那關鍵都不是在有沒有發大水 關鍵都是在我們的根基會不會搖動嘛 所以弟兄姐妹 所有站好的關鍵 就是你要把你的根基 弄穩弄好 你不讀經不禱告 難怪你發大水的時候 東搖西晃嘛 因為你根本沒有一個根基嘛 前一陣子蠻大的地震的時候 你如果房子沒有沒有房鎮好的根基 那個是很容易搖晃的嘛 甚至會倒的嘛 所有的關鍵不是搖不搖 所有的關鍵是你的根基穩不穩 一定要讓基督徒聽好 你一定要讓你生命有一個非常穩固的根基 不管任何的人事物環境困難 想要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根基總不搖動 所以站好的關鍵在於根基一定要穩 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一節 來幫我念 只因心裡沒有根 不過是暫時的 極致未到遭了患難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立刻就跌倒 你看 立刻跌倒的問題就是 沒有根嘛 根基沒有扎穩 就容易跌倒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鋼牆站立的關鍵 就是我們一定要 好好地在根基上建造 我要再次而鼓勵你 上一個禮拜我已經說過 但我還是要再次鼓勵 當教會推動任何的這些讀經計畫的時候 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活動而已 你不吃這些海港沒關係 你把那些殘卷交給我都沒關係 我們不是為這個 辦活動的目的是讓我們根基扎得穩嘛 你想想看我們在大量讀經的這群弟兄姐妹 為什麼我們人生也沒好過到哪裡去 它是因為根基穩 我們就總不動搖嘛 教會開著裝備課 你不要把它當作 喔這個又是一個報告 no 你可不可以 能夠就是這樣子按部就班 讓更多的這些課程 能夠讓你的根基扎得更穩 以至於讓你的生命裡面 不是那麼東搖西晃了 什麼風吹草動 你就倒 而是就像剛剛開始我們念的經文 不管怎麼樣 站穩了 抵擋仇敵 還能站立得住 這才是生命當中首要的關鍵 站穩的關鍵在於我們的根基一定要穩 Amen 好 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我們講完就 好 金牌團可以上來 最後一個 我們要站好 因為神會為我們征戰 我們要站好 因為你需要做的就是站好 然後剩餘的神會為我們征戰 我給你看這個經文 你有沒有看到 他說所以要站穩了 有看到嗎 所以要站穩了 然後怎麼樣 用真理的袋子塑腰 公益當作互信心得胸 平衡的福音當作術 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一些活力 還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起聖理寶箭 就是神的大好 我要給你看這個經文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個 我給你看這段經文 你看好 下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 他叫你站穩之後 他給你的東西 五個黃色的 袋子 護心鏡 鞋子 藤牌 頭盔 五個裝備 有沒有看到這五個裝備 黃色的裝備 這五個黃色的裝備 全部都是保護型的 你有發現嗎 就是頭盔啊 護心鏡啊 藤牌啊 鞋子啊 那都是保護型的 只有一個是攻擊的 紅色的這個mark起來的 就是寶箭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一件重要的真理 就是你只要站穩 把自己保護好 神會為我們爭爭 對不對 他如果要我們去打得辛辛苦苦 我告訴你 他就說 站穩了 我用真理呢 當作大炮給你 然後呢 我用工藝呢 當作手榴彈也給你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我要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那個什麼 地雷給你 然後此外呢 我又把核彈當作 那個這個 信德當作核彈 聽得懂我意思嗎 聽得懂 如果他要我們去打得很辛苦的 他就不會給我們這些東西 意思就是 首要的 把自己保護好 照顧好你自己 因為我們有一位 為我們征戰的主 很多的鳥 每天都是 在那邊 好累喔 然後呢 這個這個 揪恩的頭盔 拿去丟敵人 藤牌也拿去 去敲敵人 然後真理的袋子 也拿起來去甩敵人 然後護心器 拿去丟敵人 然後他自己就好累 然後就覺得每天都在這樣 為什麼我都那麼 我打得很辛苦 No 弟兄姐妹 你要用這些東西 把自己裝備好 把你自己照顾好 我接下來也還是會講 為什麼要有頭盔 把你的思想保護好 把你的心 心 把你的心照顾好 你的手 不要去做不該做的事 把你的手保護好 把你的腳 確定他 穿上的是福音的鞋 保護好 只要把你自己保護好 神 是為我們征戰的事 不意外的話 其實基督徒 我們遇到征戰 你也不用害怕 站著就好 你也不需要去為自己 殺啊 搶啊 爭辯啊 申冤啊 很不公平 你就站好 只管佔領 看耶和華為你成就的大事 我真的要祝福我們弟兄姐妹 我們生命本來就會發大水 所以不意外 但意外的是什麼 意外是我們怎麼會這麼軟弱 彈在那邊起不來 我們應該 抓著這位丁橫的手 爬 怎麼樣堅持 都要重新的站起來 然後在站起來的過程當中 把這些東西都穿戴好 保護好 然後告訴仇敌 我沒有這麼弱 你不要想要用這些思想 這些東西 什麼每一次都想要保護 你夠了沒啊 你這樣子 日復日 夜復夜 昼夜來控告 你不累啊 你不累我都累了 今天下午 仇敌你挺好 我就跟你拼到底 但我 我的拼到底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全副軍裝 穿戴好 我把我自己站好 根基立好 以至於只要我站立 只要我剛強的站住 我的生命就會 最終 會贏得勝利 Amen 詩篇118篇我非常喜歡 最後就想要送給你們詩篇118篇 很長耶 但是我想要你們唸可以嗎 好不好 因為這段經文太寶貴了 我們來也當做你的宣告可以嗎 也當做你今天這個信息 記得站穩就對了 把你自己照顧好 穿戴好軍裝 所以宣告好不好 這樣子 你按手在自己的心上面 然後來唸一杯 來 我在疾難中求告耶和華 他就應允我 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 有信心一點 有耶和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在那幫助我的人中 有耶和華幫助我 所以我要看見那恨我的人遭暴 投靠耶和華 強勢依賴人 投靠耶和華 強勢依賴王子 Amen 好再來再來還有 13節到17節 繼續喔一樣 帶著信心 比剛剛更大聲的來宣告 來 你推我 要叫我跌倒 但耶和華幫助了我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詩歌 也還也成了我的拯救 宣告出來 在藝人的帳篷裡 有歡呼拯救的聲音 耶和華的右手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 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我必不自私 人要存活 必要傳扬耶和華的作為 拍手吧 榮耀哥哥走 今天下午 你可以對仇敵宣告 說你推我 想要叫我跌倒 但是我有耶和華幫助我 他是我的力量 他是我的詩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仇敵想要用罪疚感 讓你一直活到過去 一直想到你以前做的事情 一直讓別人提醒你 你有多麼糟糕 你不要忘記了 你做了那些東西 我們都記得 仇敵可能要一再的 把你就這樣踩在底下 用那些過去你的 那些挫敗的經驗 過去你的原生家庭 有多麼不好的這些經驗 用那種害怕跟恐懼 告訴你這些事情 就把我們打趴在地上了 他推我們 一次又一次的推倒我們 但是今天下午 我們跟他說 他說首要的就是我 繼續的站立 根基把它站好 你怎麼推我 我雖然會跌一下 但是我要抓著這個丁顏的手 繼續的爬起來 因為耶和華是我的詩歌 也成為我的拯救 我並不至死 仍然要成活 並且我這一生 要來傳扬 耶和華的作為 開始把榮耀貴給主 好不好 今天早上當我在讀 十章的時候 我就讀到明家書第七章的第八節 這是我早上才多加的一張PPT 這一節來得太及時了 我們同一張站起來好不好 我們大聲來宣告這句話 我的仲敵 我的仲敵 不要向我誇耀 我雖跌倒 卻要起來 我雖坐在黑暗裡 耶和華卻做我的光 我雖跌倒 卻要起來 我雖坐在黑暗裡 耶和華卻做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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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卻 我要站起來 耶和華卻 哈零豪 哈零豪 來勾舉雙手 一起來敬拜 福啊 我向你呼求 唱出來 一直往裡面的破碎 像我的心穿魂 令我到更高居地 是我高过思念的注定 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要因你的求能快乐 如我到你身所 占扬你荣耀的努力 已快乐的最存在美丽 再来 声高出来 父王我向你哭求 接下午我们重新来站立 一切我历练的破碎 当我的心发挥 令我到更高居地 是我高过思念的注定 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要因你的求能快乐 让我到你身所 占扬你荣耀的努力 已快乐的最存在美丽 我不知道接下午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 你一直不断地被仇敌 好像就打趴了一样 他用你过去所做过的那些错的事情 每一天提醒你 每一天昼夜地控告你 你有多么的糟糕 你有多么的软弱 你有多么的不行 不用装清高了 其实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不用敬拜了 神不会听你的祷告 不断用追究感提醒你 就是要把你踩在底下 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 你一直活在你的家庭的背景里面 过去的那些自卑 所以那个就是一直压碎你的生命 不管你什么样被神的话语挑望 但是你就一直会被你过去的家庭的 那个环境来影响 或许你一直在活在一个恐惧的里面 用那些害怕的声音 你一直相信 好像就会发生 好像就会发生 但接下午 我要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释放你得到自由 要是神的儿子说你是自由的 你就是自由的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 不再被定罪 不再被算命挟制 不再被虚作挟制 奉主的名你是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 抗举摔手 开口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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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耶稣的银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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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仇敌 不要向我夸到 我虽然跌倒 不要站起来 我虽然跌倒 但是我要站起来 不要站起来 我完全在这边走起的 好主持人带领患得胜 而且让我们很顺利的 希望姐妹站起来 我先扶着你 要把心 我先扶着你 要把心 就会在这边走起 刚才能站起来 刚才能站起来 风啊 我想你哭脏 你自我里面的破碎 你自我里面的破碎 让我的心发挥 令我到更高的地 是我高过思念的重力 我要依靠你的自爱 要因你的求的快乐 若我到你身所 怎样你荣耀的为 你快乐的最存在美丽 再一次好不好 再一次 再一次 福安 我向你哭求 你自我里面的破碎 当我的安心发挥 令我到更高的地 是我高过思念的重力 我要依靠你的自爱 要因你的求很快乐 若我到你身所 占要你荣耀的能力 以欢乐的最存在美丽 再说耶稣 我们需要你 耶稣 我需要你 每一天 愿意在靠近 你的心 将我抱紧 你 如果不是有你 我永远会在哪里 你铃铛的双手 是我永远的战略 来 增长高一点 耶稣 我需要你 每一天 每一天 人家靠近 你的心里 将我抱紧 如果不是有你 我永远会在哪里 你铃铛的双手 是我永远战略 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 但愿 这个使我们刚讲 有盼望的神 因信 将主般的喜乐 放在每一个 父亲堂的百姓 生命当中 主啊 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仇敌啊 你不要向我们夸耀 我虽跌倒 必要爬起来 我虽跌在黑暗中 但耶和华 必定成为我的光 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弟兄姐妹 捆绑所有仇敌的伎俩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站稳了 穿戴全副的军装 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祝福我们的家庭 学业 工作 事业 人际关系 各层面 都要尽力突破 都要刚强站立 奉耶稣基督登生的名祷告 Shakti 我好像教我的替代 感谢观看 神司 我希望你 每一天天天天静靠近 你的心里 想我抱紧 如果不是有你 我又会在哪里 你离合的双手 是我永远在你 放出了名祝福你 弟兄姐妹 听好 放出了名祝福你 继续的装备好你自己 把根基一定要扎稳 把根基一定要扎稳 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 但是你要我再讲一次 把根基一定要扎稳 站立的 仇敌不管怎么样攻击 就算发大水的时候 我们的根基立在盘石上 你不会动摇 这时候发大水是很突然 我告诉你 只有那些依靠主的 根基站稳 就算突发了状况 我们也不懂 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找